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 根据冰岛气象局的数据 在冰岛首都雷克亚维克周边 记录到了2200多次地震 这表明火山喷发可能带来一个旺盛的时期 你看看到左下角那个视频了 它的剧烈抖动 这就是现场监控的画面 表明正在地震 那么冰岛的气象局指出 地震在当地时间下午4天左右开始 发生在法格拉达尔火山的下方 而这个火山就位于整个冰岛火山系统的顶部 在过去两年曾发生过两次的喷发 现在就是大家切换的 就是目前正在的实时的画面 实际上法格拉达尔火山 也是一个著名的旅游胜地 火山喷发之后 很多人冒险到火山口 观看火山喷发后的壮烈景象 包括岩浆Lava 就是这种情况是特别壮观和凶险的 大家现在看到呢 就是有一个博主做的这个现场的视频 那冰岛气象局啊 这个自然灾害团队呢 正在密切关注这个发展 在这2200次地震中啊 有7次的震级呢 是超过4级 属于那种轻微躲动 还属于轻震 所以呢 这个冰岛气象局警告啊 这个地震活动还将持续啊 并把这个航空警报呢 从绿色标记为黄色 那冰岛气象局的这个监控的这个灾害啊 它是持续的 一直在关注 冰岛一直是欧洲最 规模最大的这个火山火业地区 在大家可能记忧心的 就十多年前那个冰岛火山喷发啊 给整个欧洲和世界航运业都带来了 非常大的影响 甚至给欧洲带来灾难 在2010年的4月啊 冰岛南部海岸以东的 埃亚非亚德拉嘎 冰盖火山呢 大规规喷发 巨大的火山会冲上天空 并盘旋数周 造成了战后以来最严重的空中交通中断 当时呢 有十万个航班被取消 超过一千万名游客滞留 当时的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说呀 当时火山啊 整个蔓延到欧洲 以至半个地球 空中交通的受到很大影响 保守估计呢 当时每天 航空服务的营业的这个损失啊 能达到两亿美元 那现在呢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认为啊 冰岛火山喷发 可能会继续影响全球的航空业 并且呢 他们认为2010年的火山喷发 都超过了2001年的911事件 那现在呢 到目前为止啊 根据现场监控呢 冰岛火山喷发呀 还没有观察到这个喷发震颤啊 就是喷发前的那个关键时期 但是在未来几小时或者几天 发生震颤的可能性会增加 根据当地的火山学家叫桑德森说呢 他说这次喷发呀 可能和去年的路径相似 可能会稍微偏北 但仍然呢 和上次喷发的这个火山口呢 是处于一个直线上 当地媒体也说呀 周四的地震呢 说明这个岩江啊 已经接近地表 预测岩江啊 上升到了与地面 不到五公里的这个深度 那上一次啊 到达这个深度的时候啊 就代表五天后将迎来火山的喷发 我们总是在感叹这个 黑天鹅啊 或者灰犀牛 火山喷发啊 对于整个世界经济和我们的生活来说啊 他可能就是这么一个不可预测的旁人大物 在自然界面前啊 我们人类确实是渺小的 那好的 关于病毒火山喷发啊 给大家简单聊到这儿 你有什么想法呢 可以在评论机留言 特别感谢那些推荐 关注留言 转发的朋友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